同学们,我们今天开始第六讲的学习 初等变换与初等矩阵内容的第一部分 本讲我们先学习初等变换 初等变换是矩阵的一种重要的运算操作 它的应用十分广泛 后面我们来计算矩阵的质 以及矩阵所对应的行列式的值都能拥用到 甚至于到向量组的线性关系分析 这些我们都会见到初等变换的身影 与初等变换对应的有一种特殊的矩阵 就是初等矩阵 我们要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而这种联系就是我们本讲的重点的用途 首先我们从线性方组的消缘法 来引出初等变换 请大家看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用消缘法进行求解的时候 首先交换前两个方程的位置 这样操作是为了变于下面的消缘 这就是第一种变换手法 交换两个方程 然后我们用第一个方程分别去消下面的两个方程 使得下两个方程消去一些变远 形式上得到了简化 这里面又涉及到了第二种变换 就是所谓的某一个方程的倍数 加到另外一个方程上去 接下来我们继续消缘 可以用第二个方程取消第三个方程 并且我们还可以将第二个方程 两边同时成相同的倍数 这样就出现了第三种操作方法 某一个方程成为一个非灵的倍数 通过上述操作 我们就可以简化人线性方程组 得到一个与原线性方程组 同解的形式上很简单的方程组 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方程组的解了 看到这样一个求解过程 实际上就是个消缘的过程 它始终把每一个方程 它那个整体进行变换 涉及到了三种变换手法 首先交换方程的次序 其次以某个非灵的数 乘以某个方程 最后以一个方程的倍数 加到另外一个方程上去 这种手法实际上是消缘的实质 而前两种实际上是为了变于第三种 操作的进行 那我们已经学习了矩阵 方程组的这些手法 完全可以转移到矩阵上面去进行 因为在刚才消缘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变换的过程 只是对系数和常数 这些方程组的量进行了运算 位置量并未参与 因此我们可以将方程组 它的系数和常数项 和在一起构成个矩阵 将刚才的变换手法转嫁到 这样一个矩阵上进行操作 那么对应的方程组的初等变换形式 就有矩阵的三种初等行变换 分别是第一种 互换两行的位置 即做RI与RZ互换 第二种 用非灵数K乘以某一行 即做KRZ 第三种 用某一行的K倍 加到另外一行上去 我们即做RI加K倍的RZ 注意这里面是用DJ行的K倍 加到了DI行上去 那么有行上的初等变换 对应的 我们可以得到列上的三种初等变换 分别是交换两列 R列 J列互换 以及某一列乘一个非灵数K 第三种 DJ列的K倍 加到DI列上去 初等行变换 与列变换 我们合称为初等变换 为了后面叙述的方便 我们初等变换 可以简记为 第一种 我们称之为换法变换 第二种 我们可以称之为背法变换 那么第三种 实际上就是我们方程组 对应着消缘法的关键一步 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消法变换 当然了 我们根据它的这种操作 我们又可以称之为叫做背加变换 这三种变换 就是我们后续要学习的初等变换 那么初等变换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性质 三种初等变换 都是可逆的 也就是说 对任何一类初等变换 我们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一种变换 那么一个矩阵经过这两个变换的复合操作之后 变回矩阵本身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第一种 换法变换 它存在着逆变换 仍然是其本身 两行互换之后 再进行对应的两行互换 就恢复原状了 同样的背法变换的逆变换 是这样的一个变换 对加变换的操作 它也有可逆的 它的逆变换 是这样一个形式 你加的K行 这一行的K倍 你要想恢复原状 就减去这一行的K倍 那么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还可以得到 初等变换是有逆变换的 而且每一种逆变换 还是初等变换 其类型与原来的变换 是同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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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